我那時候還在少年警察隊 所以我管的地方是 有管過兩個轄區 一個是萬華那個地方 一個管的是士林北投那個地方 那在北投那個時候 有發生一個案子 那個案子是在一個 在中央北路的一個小學 小學二年級的女生 本來下課之後四點多五點多 她上一個那個 課後的一個輔導班 就是古增的那種課後輔導班 那當時有一名男子 也是那個學校畢業的一個男子 那個圍牆很低嘛 當然圍牆我們到現場 那個圍牆之後 到我的腰圍左右 稍微120公分左右 她都爬進去那個學校裡面 也有監視器喔 也有入到那個男生 爬到學校裡面的 二年級的小女生 要上課之前 沒有跟老師講說 我要去上廁所 所以老師也沒有去注意到 那個男生鎖定的那個小女孩 在四樓跟著那個小女生進去 嘴巴把它一捂住 兩刀 你看 然後十公分 這麼十公分 天啊 然後兇手還沒跑 就坐在原地打電話 打給1110 就說我在某某學校已經殺人了 你們過來逮捕我 警方到現場 消防隊到現場 那個女生的血流片了整個廁所 那個兇手抓到她之後 她回答了幾句話 她說你今天我沒有生病 我也沒有任何的狀況 我就是想要洩憤 如果你今天沒有收 沒有把我收押 或者沒有把我關起來 我一定要再殺一個 她有備方 結果我們台灣很多司法很奇怪 不只沒有判她死刑 還鑑定說她就是 精神 對 那個精神的一個疾病 判她無期徒刑 除了這個以外 其實學校還有很多危險的地方 例如現在 平那個 垃圾回收場 很少人會去 體育館 那在2009年的時候 就有一個大學生在那邊打籃球 那個體育館 大部分都比較偏僻的地方 結果她因為自己在那邊打球 打球以後 因為那個電線漏電了 所以她去撿球 就趴在那邊 就變 電死了 對 就電死了 然後當有人發現的時候 那個就不回來了 因為時間拖太長 因為很少人走進去過 所以學校除了這些被殺了以外 其實她的設備 也要考慮進去 那設備也是致命傷 我小時候 那時候有一個很大條的社會新聞 高警方小才記不記得 有一個歹徒 台北市某國小 重慶國小教室裡面 直接潑流酸 有 銀橋國小 潑流酸 然後潑流酸 二十一個臉部毀瘡 唉唷 在丁周路的銀橋 那當時真的是 社會大案 你是無差別攻擊耶 我完全無差別 還是不要給他們上學了 自己才去 自己在家裡交換得很明顯 自學好危險 太危險了 第三名是 老師扯謊 自情不報 我覺得這個 真的是機率蠻高 我自己就遇到了兩次 一次是我女兒幼稚園 回來的時候跟我說 今天老師帶我們去地下室 那個有很多車子 停車場在那邊玩躲貓貓 然後老師都叫我們 有人要來不要出聲 帶到地下停車場 有太多了 有車在進出 對 然後就問老師 老師又說 沒有啦 這就是我們一個評鑑 那個教育局來的評鑑 我們只是帶小朋友 就是也順便認識學校 認識學校 我那時候也覺得很奇妙 為什麼我們家的小孩 要去認識地下停車場 這一個區域呢 然後去地下 對 它是在進出車子的廠牌 後來我是先打電話檢舉他們 然後我才一講到這一個學校 那一個輔導員他馬上跟我講 他就說 他們常常這樣子 只要我們要去機查 因為他們學生都超搜 所以我們只要去機查 他們就會 就是把 為了就是避免那個 超搜的這一個問題 那我那時候聽到很生氣 我就直接就先去找校長 因為老師也沒有老實講 我就跟校長講 我就說 你們超搜的跟你們自己問題 但是 你不能帶著一大票的這種學生 然後在那邊玩什麼躲貓貓 你都可以讓你去住飯店 對啊 也是可以啊 早說嘛 然後我那時候 我跟那個校長講 我又說 我現在就堅持 我女兒從今天開始 我們就不上課 新的學期 在剛開始就發生這種事情 你看是要 你退我註冊費就好 還是說我要再監獄你們 是小學還是幼稚園 幼稚園 就在那時候我們那一條巷子 那間還滿大間的 對 那那間也超搜 超搜 因為它太大間了 對對對 你知道 後來我把小孩鑽走嘛 我們巷子出去不是 那邊又有一家 也是連鎖的 嗯 什麼已經接近放學時間 然後老師打來 我想是發生什麼事情 她說妳女兒跟人家在玩遊戲 不小心跌倒 有一點點擦傷 但我們都已經處理好了 就沒有事 媽媽妳放心 我只是跟妳智慧一下 不過好啊 小朋友玩難免受傷嘛 結果我一看到人 她真的不是只有一點點擦傷 什麼 但是整個腳發成那樣 她真的就是破皮啊什麼的 就是那個疤很深啦 因為她就是真的就是 切胸感覺是嚕到還是什麼 這是科技演員才會受得傷耶 對不對 老師還跟我說是一點點擦傷 老師你們要怎麼樣 應該都是當下趕快跟我們講 因為你讓我們事後去 發現這種事情 反而我們心裡會更擔心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討論 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按下小鈴鐺 收看最新影片 歡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 給我們意見 想看更多精采內容 請點選旁邊的影片